第三百三十四集 没道理啊 开阳的摩金虫 怎么会落在红中手上 观众席上的莫谷也是干着急 他看了一眼开阳 对方也来看比赛了 看他一脸沉寂 没有丝毫意外的样子 如此看来 这摩金虫就是开阳借给红中的 不对啊 他们的交情绝到不了这个份上 为什么会这样 莫谷无法理解了 而这时候在战场上 摩金虫已经笼罩了林明 前前后后方圆十几丈的空间 摩金虫是各种稀有金属成长起来的 他们可以提取金属的精华 融入自身甲壳之中 浑身上下全是武器 尤其数量多起来 一片摩金虫冲杀过去 让人尸骨无存啊 哈哈哈哈 林明啊 你死吧你 红中哈哈大笑 摩金虫嗡嗡叫着扑杀下来 封锁了一切可能的闪避空间 林明眼中 寒光一闪 血印悬煞 血印之印飞射而出 在空中凝成了一道刀阵漩涡 就听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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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阵的金属交击之声 大量的摩金虫被血印之印给击飞了 然而他们虽然飞射出去几十丈远 甚至撞击的地面都碎裂开来 可却完全没有受伤 击吸之后就能重新正式飞起来 飞虫太多 血印之印根本不能完全击散 其中漏掉的几十只飞虫凝成一团向林明扑了过来 空间一净 林明脚踩金棚破须身法 身影瞬间消失 在几乎毫无缝隙的攻击中 冲出了摩金虫的围杀 摩金虫团重重的撞击在金属地面上 转眼间经过阵法加持的金属地面 就像是被浓酸给腐蚀了一般 出现了一个大洞 这种攻击要是落在人身上 绝对被咬得渣都不剩 好厉害呀 林明不得不承认 这种摩金虫本体刀枪不容 攻击力又如此恐怖 确实是令人心惊胆战的攻击手段 看你能躲到几十 红中可有点得意忘形了 林明一眼望向红中 目光锐利如见 怎么 想攻击我的本体呀 太天真了 红中冷哼一声 一圈摩金虫在他面前 凝成了一层暗金色的云雾 如果指挥摩金虫攻击 本体却预袭死亡 那就太蠢了 防御形态 随着红中一声令下 滞留在红中面前的灵虫 甲壳舒展开来 原本斗粒大小的灵虫 甲壳舒展之后 竟变成了鸽子弹大小 虫虫相叠 像盾牌一样守护在红中的面前 攻击形态 红中又是一声令下 在林明面前飞舞的那一团摩金虫也发生了变化 他们身体微颤起来 头上钻出一个个锐利的尖角 而这尖角还在镇颤着 赫然是一种法则之力 振动法则 林明对振动法则并不陌生 他的炼力如丝 就是振动之力的完美体现 绝对防御和绝对攻击 这摩金虫本就是攻防一体的灵虫 周围舞者看得暗暗心惊 这种战斗手段根本就没弱点 怎么破呀 周边观众都瞪大了眼睛 唯恐错过一个细节 这小小的灵虫竟然蕴含如此多的奥妙 那高速振动的尖角 怕是能轻易动传舞者的护体真远 如果为这样一只虫子钻入身体的话 后果可想而知啊 林明的脸色微沉了下来 他有自创招式 鼓奉之血 八门钝甲 三招杀手锏 本来的打算是能不用就不用 然而现在面对寄出魔金虫的红钟 林明却无法再隐藏了 手中子炫枪横沉 雷霆闪烁 虚空似被电芒刺穿 暗金色的魔金虫呼啸着扑杀下来 震颤的尖角撕裂空气 如此气势让人触目惊心 林明一眼扫向红钟 对方面色争鸣 整个人躲在了魔金虫形成的盾牌后边 等着看好戏 林明冷笑了一声 魔金虫的身体 当然坚固无比 可是众多魔金虫形成的盾牌 却未必如此 后退一步 紫绣枪上的雷霆瞬间收敛 三色雷光凝成了一道闪电之枪 与紫绣枪完美融合在一起 在紫电神竹的增幅下 威力达到极致 雷之一径 追电 林明的身影瞬间消失 人枪融为一体 化成一道赤木的闪电 击射而去 魔金虫的攻击自然落空了 那一瞬间 声音仿佛被吞噬了 林明本身仿佛在那一刻 就是一杆绝世的宝枪 人极枪 枪击人 灵明化成的电光 刺入了魔金虫盾牌 交手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以至于在观众席上的许多舞者 甚至没来得及看清 刚刚发生了什么 只见炫目电光一闪 似乎听到有什么东西 破碎的声音 十几只暗金色的魔金虫 如同子弹一般飞射出去 红中心中大惊 一声爆喝 双目突出 他手持霸王枪向前猛然抽出 然而 吃了 一声轻响 红中身上凝聚的大势 完全被破开了 他如同石化一般站在原地 而林明已经瞬间出现在几十丈远处 仿佛瞬移过去的 电光依旧在林明身上闪烁 紫炫枪炫目的让人无法直视 因为速度太快 金属地面被擦出了一道几十丈长的凹痕 而在林明身后 红中已经双目呆滞 身体僵硬 他依旧保持着挥枪的姿势 手中霸王枪挥到一半 在他面前 摩金虫盾牌中间出现了一个鸡蛋粗的孔洞 那里的几只摩金虫消失了 这个孔洞一直延伸下来直到红中的喉咙 在红中喉咙症中有一个同样的孔洞一直穿到后脑横穿出来 完全贯通 周围肌肉全都被烧焦了 猴管颈椎破碎 一击洞穿 林明并没有刺摩金虫的本体 而是刺在了他们彼此的连接处 打碎连接直接让摩金虫飞射出去 摩金虫虽然身体坚固 可他们彼此连接起来的地方可就没那么坚固了 摩金虫的防御主要体现在分出一部分来围在武者周围 保护驱虫者 但是如果攻击快的超出摩金虫的反应 那摩金虫也无能为力啊 林明这一枪刺破摩金虫盾牌后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刺穿红中的喉咙 根本没给他抵抗的机会 太快了 追电融合了雷之意境 又结合大慌几绝 贯注了林明全部的意志和身体潜力 是林明所有招式中速度最快的一招 论法则之力 雷的速度甚至更快过风 原本林明也不想露出这张底牌的 可是相比燃烧骨缝之血 或者使用八门盾甲 还是追电最合适 周围观众都有些没反应过来呢 他们大多数人甚至没看清刚才发生什么了 就见电光一闪咔嚓 林明瞬移了几十丈的距离 红中就被贯穿了喉咙 你们以为这是说玉顶新传呢 咔嚓咔嚓咔嚓的呀 红中 死了 刚才红中还占据上风呢 转眼间就气息全无了 战场情况的变化 快得让人根本反应不及呀 原本林明挡下红中的天杯镇压后 人们就料到林明可能能赢 可谁也没想到会是这种赢法 以一个出其不意的招式秒杀 我的天哪 好快的攻击啊 快到恐怖的地步 以后跟林明打呀 绝对得小心这一招 是啊 那一瞬间的攻击就仿佛撕裂空间了一般呢 出其不意的攻击才能取得最大效果 如果别人有防备那自然就不成了 观众席上莫骨尝出了一口气 苦笑着摇摇头啊 他是多虑了 唉 或许这也不是林明的极限啊 林明是一个做事有分寸的人 当初在通天塔二层 他没有把握的时候 闭关长达八个月时间 刚来通天塔三层又闭关两个月 整整十个月呀 林明如果没有极大的进步 又怎么会出关呢 红中的尸体重重摔倒在地 接着那些在空中嗡嗡乱舞的摩金虫 因为失去了红中的意识控制 纷纷处于无目的状态 林明心中一动 伸手一招 把红中腰间的灵虫带就落在他的手上 进来 本来林明不可能控制这些摩金虫 然而现在摩金虫失去了命令 他却可以肆意追捕了 大手一挥 几十只摩金虫就这样落入灵虫袋中 找死 在观众席上开阳暴怒 他的身影一瞬间冲到擂台上 手中力一剑出鞘 直刺林明而来 林明眼中寒光一闪 脚踩金棚破续身法 身影瞬间消失 轰隆 金属地面猛然一震 被开阳撕裂了一个口子 林明的身体横飘出十几丈远 子炫枪出鞘枪 枪尖直指开阳 住手 黑衣裁判冷喝一声 出现在无斗场中央 比赛期间 任何人不得出手 否则是违反通天塔的规矩 开阳深吸了一口气 通天塔有些硬性的规矩 是不容破坏的 即便是领主也不例外 压下心中的杀鸡 开阳冷喝道 小子 把你的灵虫带交出来 可笑 林明嘴角扬起 我杀了人 对方所有物品 除了入城令之外 都该归我所有 这是通天塔的规矩 没错吧 我凭什么把东西给你 你借东西给别人来杀我 他死了 东西我还要还给你 有这样的道理吗 你 开阳的眼中 闪过森森的寒光 好 你很好 他大手一挥 袍袖卷起 随着嗡嗡嗡 一阵轻吟 空中的摩金虫 全部飞到开阳的身边 然而在林明灵兽带中的灵虫 却因为空间的分割 根本收不到开阳的命令 自然就不可能 回到开阳身边 这一幕 林明根本无法阻止 他没有控制摩金虫的能力 林明看向裁判 冷笑一声道 裁判先生 按照通天塔的规矩 这些东西 难道不是我的战利品吗 这 裁判面露难色 沉吟了一会儿 莫不作声了 林明 你还真是贪心不足 蛇吞相 竟然连这些也想要 你白日做梦 开阳的心中盛怒 林明冷冷地看着开阳 却没有说话 这个时候 打嘴仗没有任何意义 出手又是不可能的 既然如此 缩性不说话 日后擂台上 见真章即可 林明 你以后最好 不要踏出禁斗区半步 否则 我让你生不如孙 开阳扔下这句狠话 再也不愿意停留 在武斗场一息的时间 大步踏向出口 在开阳经过观众席的时候 人们都禁若寒蝉 没有敢出声的 带到他走后 却有人小声嘀咕 嗨 把摩金虫借给红忠 红忠被杀了 摩金虫让林明夺走 这是情理之中啊 是啊 借刀杀人失败了 刀还想要回去 这世间哪有这样的道理 这个开阳啊 太霸道了 那有什么办法啊 林明是新人 而开阳呢 是领主的手下 哎呀 能忍就忍吧 而且林明也拿到了几十只摩金虫 不过想要饲养他们 不容易啊 林明对看台上的议论充耳不闻 他熟练的取下了红忠的须眯戒 又弹出了灭血血雷 从红忠身上吸走精血 凝成血印之印 这时候红忠身上的煞气也跟着冲入林明体内 这是六亿天魔后期的煞气 浓度极高 冲入林明体内后 林明手臂上的天魔纹身以缓慢的速度清晰起来 前三对翅膀早已经凝成 第四对翅膀的凝裂要困难许多 吸收掉红忠身上大量的煞气后 林明的第四对翅膀凝成了一小半 大致是六亿天魔中期 当第四对翅膀完全成形 那就是八亿天魔了 八亿天魔之后 修炼魔道功法的速度又会提升一个档次 几个工作人员把红忠的尸体抬下去了 裁判看向林明尴尬的一笑说道 恭贺你获胜啊 红忠原本是九十五场连胜 击杀他获得十场连胜 不过因为你跟红忠的连胜场次相较较大 直接以红忠的得胜场次扣掉三十 为你的总连胜场次也就是六十五场 同时你还可以获得终止连胜的九个杀戮积分 以及六十连胜的一个杀戮积分 总共十个杀戮积分 原本林明为五十二场连胜 加上击杀红忠获得的十场连胜 累计六十二场连胜 不足六十五场 不足到六十五场 这次比赛后 你可以修炼两个月的时间 如果长时间闭关不出的话 就需要把闭关的时间 欠下的比赛 在一天内比完 恭祝林少下日后 取得辉煌啊 裁判甘笑着说道 知道了 林明淡淡应了一声 转身向修炼帝走去 通天塔第三层 每月都有许多新武者进入 每月也有许多武者消失 这些消失的人或是死亡了 或是活着离开了通天塔 离开与否都是自由 然而却有大量的武者冒着生命危险留在通天塔 就是为了通天塔的极限压力和修炼资源 这里的很多修炼环境都是通天塔独有的 林明这次去的修炼地 为的就是火之意境 通天塔第三层 林明再次来到修炼空间中 这一次是火之意境 火之意境的修炼地同样是每十天扣一个杀戮积分 林明现在的杀戮积分还有很多 可以在这里随意修炼 进入这里 依然是一望无际的广阔空间 在林明面前满是暗红色的岩石土地 一直延伸到天边尽头 在岩石之间生长着许多不知名的植物 这些植物无一例外都散发着浓郁的火之元素气息 在林明面前不远处 有一大片暗红色的灼流在涌动 看似岩浆 然而走过去之后 却发现那其实是浓郁的火之元气 扑面而来的灼热感比岩浆更胜 直于烤焦皮肤 这里跟神皇秘境有些相似 当初在神皇秘境 林明也曾经参悟过火之意境 现在他要再体悟一次 看似普通的火之元气河流 其实每一道火浪的生成都蕴含着火系法则 林明就在灼热的岩石旁边坐定 进入空灵武艺 全身心的投入到火之意境中 慢慢的 林明的身体没入了火之元气的河流 浩瀚的火之能量 从窍穴之中源源不断的涌入林明的身体 沿着周身经脉游走一周 而后再从毛孔中排出 一丝丝精华和领悟就留在了林明的体内 林明在火之元气长河中这一坐 可就忘了时间了 灼热 其实就是火之元气的运动 速度越快 撞击的越猛 温度也就越高 如果用真源模拟出这样的情况 火焰的威力就会大增 这是林明之前就明悟的道理 只是经过这一次的静坐 体悟的更深 林明不知道静坐了多久 紫绣枪仿佛有灵性一般冲出须眯界 万年圣火无童 引动着天地间的火元气 灼灼燃烧 一枪一枪的挥出 火之元气从四面八方涌入林明的体内 再灌注到紫绣枪中 经过圣火无童的加持 威力更甚 触摸到修门的门槛 林明的耐力大大提升 几乎不知疲倦 他不知道武枪多久 一丝明悟 掠过他的信件 如果 我把火之一径 与大黄挤绝结合 又会如何呢 如果我将火之一径 与雷之一径 一同贯注到大黄挤绝中 那又会怎样呢 想到这儿 林明心中大动 他迫不及待的 想要去尝试 五行一径结合 对舞者来说 是难之又难 因为一般来说 舞者只会有一种体质 双系体质的舞者 几乎绝技 而即便有双系体质 想要融合意境 也不那么容易 可是对林明来说 体内有邪神种子 天生对雷火之力的契合度 达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 这也就使得 这一切成为了可能 单单将火之意境 融入枪招中 最多创造出 如同锥垫等同威力的招式 可是如果把雷火之力融合 那自然能创造出威力更强的招式 你想想雷火砂 那就知道了 而雷火砂呢 只是对火焰与雷霆之力 最原始而野蛮的应用 每一次使用 都要耗费大量的真元 事实上 雷火砂爆炸的时候 大部分威能都浪费了 化成冲击波 四射到空气中 真正打到敌人身上的冲击波 就占了一小部分 一次全力发出的雷火砂 消耗四五成真元 这也就使得林明每次雷火砂 都不敢轻易使用 只能等到要一决胜负的时候 才会祭出 否则一旦攻击落空 林明就会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 可是如果能在枪招中 融合雷火意境 这一切都不是问题了 这才是雷火之力 更高层次的应用 要比之前近乎于野蛮的雷火砂 高明的多呀 这招用好了 日后甚至可以摆脱雷火砂